本集我们来到全湾西的环宇海湾看风水 它是一个刚入房无奈的大型屋苑 由六座大厦组成以一字形排开 整体是以坐东北向西南为主 在地理上来说可以算是属于临海的地段 它在荃湾的海滨公园附近 向西南那边可以望到南巴勒海峡的入水位 另外一岸之隔是青衣 这边这个海景应该算是最大的卖点 风水河上很重视水这个概念 因为水一般代表最有流动性 而且是有静态的水和动态的水之分 现在环宇海湾的西南面正对着南巴勒海峡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洞水位 而且这边的入水位也算阔 水流又不急 再加上环宇海湾旁边的海滨花园 在景观上又帮它遮了出水位 即是说见到来水水源又充足 但又见不到去水位 形成了一个好像有入无出的情况 对于下源八运地运上来说 都算是符合东北见山西南见水的情况 所以都算是一个旺材的格局 不过它有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这六座向东北那边的单位 很近距离有一条快速的行车天桥 这一条就叫荃湾路 这条车路日夜都这么繁忙 正如刚才所说 所以这条车路可以算是环宇海湾的第二个洞水位置 但可惜它太贴近六座大厦 形成了一个风水上叫做割脚水的杀气 这种形态上的杀气容易对人的手手脚脚有影响 即是说很容易会弄傷手脚 所以我建议向这边单位的朋友 要做一些平衡和化杀的补救措施 另外这座大厦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荃湾的地标余心广场 这两座大厦的设计概念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以空余心夫妇作为南盘这样建 不过今次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最高那座大厦的顶的设计 就像一个皇帝那样 戴着皇帝帽向着南边 居高临下地望着维港那边 其实对于整个环宇海湾来说 它就是在西北边那边 西北位在逆经的宫位上来说 就称之为乾卦 乾卦代表着一个辈份高的男性 代表着权力 甚至代表官陆运或者事业运 所以对于环宇海湾来说 它就有一颗官星的作用了 对于一些做管理 或者自己做老板的人士来说 就有一个挺好的功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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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